千古以来,有一句古话叫《中孝男两全》,多指那些为了国家,却忽略小家的伟大人物。 事意虽简单明了,但一直以来,我都未能真正理解其中意义。 直到读到关于孙中山先生与其妻卢木珍女儿孙婉的故事后, 我才浅薄地体会到几分,其中交错的家国情怀,以及个人所承受的委屈、愧疚,实在难以言喻。 图18岁时的孙中山,家庭主妇卢木珍,1884年,卢木珍与孙中山各自奉命成婚。 结婚当天,大伯孙梅特意送了卢木珍一条金项链和两个相有宝石的金戒指。 分量之重,足以看出卢木珍在家庭中的地位,但出于自身的思想文化与丈夫格格不入。 所以在孙中山年里,她并不是可以志同道合的仕途伴侣。 但作为家庭主妇来说,她绝对是一位温柔体贴的贤妻良母。 卢木珍有助所有就是女性身上的贤惠品质。 上到相见公婆,下到操持家务,她无一不尽心尽力。 就连日后孩子身上的衣着穿戴,都是她心灵手巧才减缝制的。 结婚七年后,卢木珍给孙中山生下了第一个儿子孙科。 彼时孙中山在外漂泊奔波,直到一个月后,儿子满月。 他才特地赶回来拜满夜酒,期间一家人其乐融融。 这一小段日子,应该是卢木珍一生人较为幸福快乐的时光。 1888年春,孙父病重。 身在乡外的孙中山抽空散乡探望。 期间亲眼看见夫人卢木珍,在父亲并踏闲每日每夜的照顾。 亲奉汤药。 甚为感动。 不久后父亲去世。 孙中山只在家里稍作停留。 随后又马不停蹄地奔赴革命。 每每留下卢木珍一人替他承担了家庭的责任。 因为嫁给了一个非凡的男人。 卢木珍的婚姻生活,也注定与丈夫聚少离多。 甚至受到一定的牵连。 图元配夫人卢木珍,成为第一夫人。 1895年。 孙中山在广州起一失败。 清政府出资全力通缉。 孙中山还未来得及像家里的妻儿,告别就被迫逃往海外。 随后卢木珍受到株连。 他急忙带住四岁的孙科,一岁的孙颜,婆母阳士,和嫂子谭氏一行人匆忙娶到香港。 投奔谭香山大伯孙梅处。 后来由于孙梅不惜一切代价资助弟弟革命,导致家业破产。 卢木珍又再次奔波,带住两个女儿回到香港。 只留儿子孙科在檀香山求学,家里诸多变故。 孙中山却自顾不暇,甚至婆母阳士在香港逝世。 也是由卢木珍送中发放。 时隔多年后,侵害革命成功。 孙中山被推举为大总统。 人们尊称他为国父。 卢木珍自当也风光无限地成为了国母。 在协子女前往南京与丈夫团聚的路上,他作为一位救世女性,所享受的荣耀捧欢。 前无古人后无来者。 1913年,卢木珍追随孙中山到日本出访的时候。 日本的大阪每日新闻,更是专门发表了篇,关于卢木珍到访的文章,孙一仙夫人来访,徒孙中山一家全家福。 生活的孤苦辛劳,似乎在这一刻熬出了头。 并不是因为成为了国母,而是因为丈夫,终于可以停下脚步歇一歇和家人团聚。 她的心愿很简单。 简单到从骨子里,只希望留在丈夫身边相夫孝子。 所谓国母的名头。 于她而言简直张冠李戴。 于孙中山而言也一样。 国母应该属于一位读得懂政治。 读得懂自己为国为名之雄心壮志的人。 所以,卢木珍终究只能成为孙家的一位亲人。 而不能一直成为孙中山的妻子。 徒年轻时的宋庆龄。 世人皆知山灵喜。 无人知晓卢是碑。 1915年。 孙中山与宋庆龄在日本相爱。 不论从精神上,亦或是革命事业上。 宋庆龄都是一位绝佳的得力伴侣。 但是出于俩人都信奉基督教。 所以孙中山不能娶两位妻子。 而宋庆龄也无法接受作小。 无可奈何之下。 孙中山向结婚,已经三十年的原配夫人卢木珍,提出了离婚。 同时内疚地向他开出了三个条件。 一,你永远是孙家的人。 二,孙科永远是你的儿子。 三,回乡后归依基督教。 卢木珍虽不懂孙中山的革命事业。 但一直以来都刻尽职守做好一位贤妻良母。 在孙中山最困难时期,甚至大度地鼓励他那妾。 好有一个人在身边照顾他。 但是他终究没想到。 最后出局的是自己。 他一度陷入了疑惑。 何必非要离婚呢? 可以那些的啊。 可后来他又想。 我总不能阻止他奔向比我更好的人吧。 就如他时常抱怨自己的不足一样。 我常识不够又不懂英语。 行,又不。 帮不上先生什么忙。 最后,他决定了愿先生与我个循良人。 卢木珍同意离婚。 他在给孙中山的回信中写了一个可字。 随后于1915年9月赴日本。 办理了相关手续。 别过之后。 为消除舆论对孙中山的质疑。 卢木珍少有的抛头露面。 站出来为孙中山说话。 孙先生为革命搬走海外。 到处流浪。 身心为之交瘁。 既然现有人愿意照料他的生活。 我愿意成全其美。 与先生离婚。 1915年10月25日。 孙中山在日本东京和宋庆龄举行婚礼。 从此民国的风云历史多了一对家人。 除孙中山与夫人宋庆龄。 离婚之后。 孙家依然认卢木珍是自家人。 同时, 孙中山也没有忘记这位为家庭生儿育女。 付出了三十余年的大恩人。 他不时就会送钱回乡。 又派人回去看望。 只要来信告知经济上有需要。 孙中山都会答应要求。 而且在护法战争期间。 孙中山即使日理万机。 也未旺写信关心卢木珍的生活情况。 后来又于1917年、1923年间,两次在澳门、广州两地看望卢木珍。 两人之间虽没有爱情。 但却在平凡的点滴中,不断涌出亲情。 相比同时代那些大文好的原配妻子,一辈子都被丈夫厌恶朱安。 又如更甚之的郭沐若。 几十年忘记给乡下未离婚,却一直侍奉双亲的原配寄生活费。 那么卢木珍也算得到了尊重。 同时孙中山亦有情有义。 1925年3月12日,孙中山在北京病逝。 卢木珍悲痛万分。 他请人代彼赞誉孙中山伟大的精神,伟大的人格。 曾经卢木珍说过,愿先生与我个寻良人。 但其实离开先生后,卢木珍终生未嫁。 一直一个人活到了85岁。 最后在澳门与世成辞。 从年老后的卢木珍,自古以来,不论是伟人还是圣人,都无法离心个人的感情关系。 加之孙中山先生,肩负诸国家使命,与宋庆龄的结合是时事所需要。 并不是普通人所能凌驾于道德问题上随意质疑的。 反而卢木珍对孙中山的最后评价,已经昭示了当事人内心的真实感受。 图孙中山与两个女儿。 与女儿的恩怨。 1896年10月,孙中山在英国伦敦被清廷驻英宫使囚禁。 刚刚经历了九死一生。 获释后不久就迎来了喜讯。 女儿孙婉在自己儿立之年的生日出世了。 那么看来,这对妇女上辈子,一定是一对缘分不浅的情人。 但只可惜,上辈子新来的缘分,却在这辈子因为诸多的无可奈何,成为了恩恩怨怨。 孙中山一身为革命奔波,对家庭一直缺失甚多。 孙婉到了十二岁,也才仅仅见过父亲两次。 虽然极少团聚,但孙中山从未有过一刻不惦记住家里的孩子。 即使在流亡图中,依然给女儿写信,信中向孩子们索要照片,以为思念之苦。 这样的爱是最不易的,也是最弥足珍贵的。 但同样,也是最易碎的,徒孙中山之女孙婉。 1914年,在外国留学的孙婉,与王伯修私病终身。 男女婚事,自由恋爱。 这本来没有什么问题。 但是孙中山却横插一手。 原因是得知女儿结婚之后。 他发现王伯修早在十五岁时,就已经在老家与一个名叫李承湘的女子结婚。 这与自己提出,并坚决抵制一夫多妻的新政冲突。 所以孙中山无法接受女儿给别人当二房的事实。 于是电报催促孙婉。 新政与新婚必是有冲突的。 尤其做小仪式。 婉儿应该好好反省易速速回国。 把事情办理妥当。 在孙中山的阻拦下。 王伯修不抵压力。 带住与孙婉所生下的一双儿女离开了。 孙婉的初恋婚姻,就这样被父亲一手粉碎。 在她的印象里。 父亲是个冷冰冰的伟大人物。 是属于国家的却不是属于我的。 甚至连我的婚姻也要横家阻拦。 自此之后,孙婉对父亲有了怨恨。 就连1921年,与刘美法学博士戴恩赛大婚,也拒绝了父亲出席自己的婚礼。 后来孙中山写信寄去了四千元。 但孙婉连信都没回。 钱也直接转交给了母亲。 发誓不动用父亲一分钱。 图孙婉结婚时与亲友合影。 1925年2月。 孙中山病危。 在公事上做了最后主托后。 他吩咐宋庆龄把一张自己的照片,寄给了不肯来见自己最后一面的女儿。 孙婉对父亲的怨恨,一直未随住岁月的冲喜,或者父亲的离世,而完全消你。 直到1969年。 已经73岁高龄,他在和女儿聊天时,依旧对于王伯修离婚仪式有怨气。 当年,我对你外祖父是有意见的。 1979年6月10日。 孙婉在澳门去世。 多年之后。 孙婉的干女儿,在2010年的11月,将一张养母留给她的照片,交还给了中国政府。 并称这是孙婉女士对她父亲的忏悔。 这张照片便是孙中山先生,最后泥流人世之际,叮嘱寄给女儿的照片。 原来,女儿一直储存了85年,图孙中山留给女儿的照片。 如今的社会,在家庭关系上,其实大有卢木珍、孙中山、孙婉三人的缩影。 仍有许许多多默默无闻的家庭主妇。 他们不是男人事业上的好帮手。 却是整个家庭的后盾。 孙中山尚且在百忙之中给妻子写信。 而他们却连丈夫的认同都得不到。 那些留守在家乡的孩子。 未曾得到过太多父亲的关爱。 却因隔阂。 受到了来自父亲的伤害。 同样,为了养家糊口,而背景别乡的男人。 虽不如孙中山伟大。 但也是为家庭扑心扑命。 却难以得到子女的包容谅解。 这一切的一切。 都唯有在岁月的懊悔中得到释然。